下面我们要去给小程序去添加一个评论的功能 我们先了解一下后段服务的评论功能 然后再去看一下才给我们提供的 现成了评论功能的接口 接着我们要去写些代码 在小程序的上面去请求 对应内容上面的评论的资源 再去设计一下评论里面的试图 还有样式 评论里面的内容还有时间的显示 要做一点特别的处理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moment.js 去处理一下评论上面显示的时间 可以使用多久以前这种格式来显示时间 最后我们再去设计一下回复评论的样式